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站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 心里比较开心 但是更多的是尴尬 因为这是一个突围赛 目的就是证明自己 有参加脱口秀大会的资格 我就找我们领导了 我就说我就别证明了 我都证明过多少回了 对吧 脱口秀大会第一季 我取得了第二名 第二季我还取得了第二名 这么多个荣誉加在一起 对吧 领导说对啊 加在一起就是第四名 我说那你咋不除在一起呢 除一下还是第一名呢 我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江湖地位啊 毕竟我干这一行 干了也七八年了嘛 所以我就在这一季节目的海选里 那个云海选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 哥们儿是导师 哥们儿是导师 特别了不起 真的坐在那里 给各种选手指点江山 各种点评 打分 然后最后挑出 谁有资格参加比赛 挑完之后呢 我跟他们一起参加比赛 这不有病吗 我怎么那么喜欢给自己挑选对手 也不是打麻将缺个人 干啥 你说再说了 这不是打击人家积极性吗 这就好比什么呢 这就好比你大学刚毕业 完了你去一家公司面试 是吧 面试来面试去 你好不容易通过了面试 然后你兴高财烈地去这家公司实习 完了你发现你的面试官在跟你一起实习 你什么心情 你说你是不是崩溃了 这么残酷吗 完了之后你还得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 你就问他 前辈 你干这行时间不长吗 面试官说还行吧 干八年了 虽然我干了八年 但是我很快乐 因为我这一路走来 不忘初心 你听完是不是更崩溃了 还你一路走来 你走了吗 你不就站在原地吗 你是不忘初心 可你忘了出发呀 而且我是海选的导师啊 朋友们 我是导师 我过来了 跟人家一个一个的比赛 赢了也就罢了 输了我可咋整 我怎么下台 就好比一会儿我跟人家比赛 是不是 我被人家比得鼻青脸肿 一败土地的 人家好好在舞台上站着呢 我下去了 我咋下去 我跟你们说啥 我总不能 雄九九枪的下去 然后指着舞台跟你们说 看没看没 这台上人说得好不好 多好说得厉害吧 我选的人 不是你想想 真输了 真输了我可咋整啊 人家比赛之前 选手一个一个对我还贼客气 是不是 一个一个还管我叫哥呢 等比赛好 我要是输了 人家不得问一句 王建国你到底算是个什么哥 你说我咋说 我说我是老脸往哪哥 这节目真的太难了 一步一个坎儿 我再跟你们说一个更难的 就是资金困难 因为本来有一个刮胡刀的品牌 说要就是谈好了要赞助我们 合约都要签了 那边突然返毁了 说对不起 不能赞助你们了 因为我们大领导不同意 我们赶紧就问了 说为什么不同意吗 同意吗 答应人家吗 对吧 人家说我们大领导说了 说你们脱口秀演员呢 普遍长得太丑 不符合我们品牌形象 不是骂人也没有这么骂的 是不是 我已经丑到 连胡子都不配刮了吗 那不刮不是更丑吗 你说我到底是长了一个 什么样的奇形怪状的脸 不能刮胡子 我是没长下巴吗 我这么大个下巴 你看不着 我多适合刮呀 他说你冷静一下 你冷静一下 你仔细想吧 建国老师 你觉得你底下留那胡子好看吗 我说这个 我说不好看的 他说不好看 为什么还要留呢 我说因为刮了够难看 他说你看 明明是你的问题 却显得我们产品出了问题 我心想完了 中圈套了嘛 我就赶紧补救 我就说 我说你们再考虑一下 我说我们脱口秀演员 也不是没有形象好的 你看那个斯文长的 就挺好看的 这回我领导急了 说刮胡刀 你提一下庞不认 提斯文干啥呀 我说这不是 想着咱幽默吗 领导说 你见过懂幽默的客户吗 我说我见过呀 蓝河绵羊奶 全羊肉配合 烤羊奶 选蓝河 真的真的 我去年拍了蓝河的广告片 他们就特别幽默 我现在做梦都想 再拍一次 好 时间有限呢 不便赘述 总而言之 这行前路踢驱要朋友们 但即便如此 我们得好好努力 力争上游 不能破罐破摔 争取都给自己 整个好名次 是吧 实在整不着好名次呢 就至少去给我整个容 至少明年能够多个 刮活着的赞助 谢谢大家 这就是真正的欧队啊 好 哎呀 谢谢 国大 十方天国 大家好 你怎么知道我好啊 这一集聊这个社交相关的话题嘛 我在这个娱乐行业啊 也干了有些年了 又总在上海这种地方待着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 可以说 各行各业 方方面面的人呢 我基本上我全部认识 因为我真的特别讨厌社交 不管是谁找我 我只要能不去 我绝对就不去 我谁都不认识 我才能活得很自在 也不是没有苦恼啊 我的苦恼就是 我的亲戚们觉得 我谁都认识 我就是没好意思告诉他们 其实我连亲戚都认不全 就我有的亲戚呢 就会找我安排事 我就说我安排不了 因为我没有人脉 他们就不信嘛 聊来聊去 好多地方聊不通 首先他会觉得 我是个成功人士 就是只要比他成功 就是成功人士 那么他还会觉得 既然我是一个成功人士了 那我一定就认识好多人 不然我是靠谁成功的呢 你说他这个逻辑 就多扭曲你知道吗 就按他那个意思 就是一个成功人士 他的成功依靠的是 那个成功人士 然后那个成功人士呢 又靠第三个 他们就这样一个靠一个 就一路成功下去 就咋的 那成功人士是多米诺骨牌啊 就这除了 你想如果按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一个成功人士背后 就有另一个 一直往前倒 那咱们顺着这个 多米诺骨牌的队列 一直倒到头 那是不是头上就有一块 第一块骨牌 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第一个成功的人 那你说这个人咋成功的 你说这块骨牌 是被谁触碰倒的 被谁触碰倒的 是被他的亲戚触碰倒的 他的亲戚跟他说 你咋还不成功呢 他是怎么弹回来的呢 拿着踩了 就是特别的生气 就是这些 经常会给我灌输这种 什么攀关系理念的 就是我这些 要么亲戚要么父辈的朋友 就是大叔或者大哥们 在我年轻的时候 就经常教育我嘛 就我年轻的时候 在酒桌上聊天嘛 忽然一个大哥两眼放光 说建国 这个事我可以跟你好好聊聊 毕竟我是个过来人 不是为啥 你就非得跟我聊聊 你过来人多点啥 也不是我让你过来的 就满嘴什么 这一路走来 经历了许多 有多么不容易 可不是不容易吗 从饭桌那边 你这一路走来 你经历了 鱼香肉丝 火包腰花 手指揉片 两碗米饭 才到我的身边来的嘛 你看这屋里人挤着人 菜挨着菜 桌旁的小道 那么的窄 真不愧是过来人 这都能过来 他其实顶上来了 过来之后 就拉着我的手 人生观点 一顿是我 一顿输出 说的都什么玩 什么 三等的资源是学历 二等的资源是能力 一等的资源是人脉 十个日啊 说完之后啊 说完之后 没有获得任何的 瑞斯麦克的 什么值得可尊重的 他就说什么 别人都是依靠别人 都要依靠别人 结果十年以后 你过来依靠我来了 整了半天 这话是对你自己说的 就特别生气 我真的最烦那种 硬盘关系的 听到此处 可能有的朋友 就反应过来 就说 王建国你不是胡扯吗 你看你认识李淡 你跟李淡的关系那么好 他又比你红那么多 你这不就是盘关系吗 不是大哥 那可是我是我俩 我和李淡 就是从我俩上大学的时候开始 我俩的关系就已经是 现在这样了 只不过是他后来红了 给了人这种感觉 那这个事总不能怪我吧 又不是我把他给捧红的 不是天地良性啊朋友们 我俩这么好的朋友 我总不能因为他红了 我就把他扔了吧 他又做错了什么呢 他也是个人 他也有烦恼 他要是没了我 他就只剩钱了 那 那怎么行呢 人生没有挫折 他怎么成长啊 我俩的关系好到啥程度呢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有一次呀 就是他跟他媳妇闹离婚 就是我穿的的 当然 后来两个人和好如初 也是我极力劝回来的 我就是如此的高尚 我自己惹的事自己评 不给别人添麻烦 就是我听有的人说过呢 说你看这王建国 有李旦的帮忙 还混成今天这个德行 我澄清一下 我没有靠李旦的帮忙 我是全靠自己脚踏实地 一步不如一步走到今天的 说点我们公司工作内部的事啊 你看就这三十个选手的稿子 我和陈璐都一起帮人家修改过 因为我俩是总编剧 然后我俩这么干了也有三四年了 经常就是别人的稿子都挑完了 我俩经常就是自己没有时间写到 最后好多机会也就因此错误了 所以你看 你看我靠李旦什么了 我靠的是陈璐 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工作是我自己选的 我再累是不是那也是我活该 我不委屈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我靠李旦 那我就实在是太委屈了 攀关系这种事 我就觉得如果你带着强烈的企图心 跟人家保持联系 那人家就会跟你保持距离的 是吧 俗话说得好 所以大家要多说俗话 不是那个 我不跟你 谁能整聊那玩意呢 就厉害 能听到观众一阵一阵欢呼欢笑的一浪 我就知道 但是我预想过这种情况 这个很黑马 如果我第一次看的话 非常精彩 他之前天真姐看过 他这一季就是表现 都挺好的 表现很好 给我们的老朋友们造成了很多压力 你不觉得这一季的 心眼都特别大 真实都给老朋友们带来了很多冲击 像那个那什么玩意三的狩猎 是吧 脚步越来越近 下一位呢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选个逗逗的 大家也都非常喜爱的 大张维好是格外喜爱的 让我们有请王建光 王建光 从后面看 真的 大号码 要离着 大家好 我们是王建光 好 我的 我的 妆放在这里 又见面了 朋友们 咱们这个面对面见一面 其实挺不容易的 因为对我来说呢 就是我就太不爱出门了 我就觉得只要我推门一出去 世界上所有的事 就全是挑战 我每天早上我起来 我就仿佛能感到有一个声音 在质问我说 你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了吗 我都没法回答 现在我周围的人呢 都不太在乎挑战 你比如说这个问题 你问李淡 你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了吗 李淡听完 这肯定小眼一米 你嗨 有什么准备不准备的 生活终将继续 The show must go on 就人家说话的那个气质 就感觉他在向你证明 就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会说话 而且 忽兰 忽兰这是更个人 你就看这个 他那个激昂的样子 他在比赛的这些得失 根本就影响不到他 他太昂扬了 就这个问题啊 你要去问忽兰 忽兰肯定小眼一瞪就 嘿嘿 我有没有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 你要不这样 你去问一问 新的一天有没有准备好 感觉四个上升了 对 那我呢 我就只能回答 我没准备好 我永远准备不好 因为我的行动力太低了 我拖延症太严重了 我还想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 我至少需要准备三天 也就是说我现在才勉强准备好迎接前天 我多么希望每天早上我起来 拉开窗帘 放眼望去 哇 一个崭新的前天 我为啥这么拖延呢朋友们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啊 生来就全无斗志 我真的什么都不愿意干 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可能 我连出生的时候 很可能都是难产 就是 就我都能想象出 就是护士那个交集的样子 说 这个孩子看着很健康啊 他为什么就不出生呢 我就说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 我现在还不行 我现在真的不行 真的 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 我还没有准备好 要不你那个什么 要不你先去街声护栏吧 我觉得他准备好了 最气人的是 说到此处 产房的一个角落里 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 护士放眼望去 哦 原来是早产儿小忽兰 小忽兰回着小胖手 没事没事 你忙你的 去把我自己出声了 我就想变成这样的人 我就想变成 我就觉得他时刻都在准备着 你就感觉这个人吧 就他当年刚高考完 他刚从这个考场里走出来 他就开始斥责周围的同学们 哎 你们干啥去啊 啥 去往班 有病吧 现在不应该去准备考牙猫 我就很想奋进 我真的很想努力 我这么懒得一个人真的 我到现在 我也不喜欢躺在床上 我喜欢躺在沙发上 因为躺在床上 这就意味着就是要正式休息了 对不对 就是没完成的事就 哎咋地咋地吧 就是不管你说啥 反正我得睡了 Love and peace and sleep 躺在沙发上不是的 躺在沙发上那个感觉 就是我的一天还没有过完 一切还没有终结 我不是要躺在这里休息 我就躺着歇会儿 歇完了我马上就去干活 结果躺着躺着 天就亮了 无情地朝阳 照应在我肥嘟嘟的大胖脸上 就开始质问我说 你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了吗 你说你挺大个太阳 你怎么就不计事呢 说不多少遍了 你去问忽兰呀 跟你说我这一宿躺着 也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我在沙发上 几乎十刻都能听到 我那一篇篇没有写完的稿子 那没有完成的稿子 就发出阵阵的悲鸣 那我就对稿子说 稿子稿子 你再等等我 没准三天以后 我就开始写了呢 稿子对我说 我哪配叫稿子呀 我也没字啊 我就是张纸 每个在大城市工作累了的人 都想过我要不要回到家乡 真的我一直就特别想回东北 家乡对我来说太舒适 太快乐了 可是我这么多年来 我咬紧牙关 我一直没回 为啥 因为我在上海 压力这么大的地方 我都奋斗不动 那我回东北 我那么快乐 那么开心 我还怎么奋斗啊 你说我在外地 跟自己较劲了这么多年 总不能最后孤身一人 浩浩荡荡 南沿北归 回归舒适圈 这不对吧 那我走回舒适圈 如果我还是奋斗不起来 我还能往哪走 继续往北走 再往北就是北极圈了 你说我这些年 娱乐行业真是没白混 走到哪我都是圈里人 我跟你说 我早就明白了 我是一个天生的废物 但是我不想当废物 就是人活仪式 不是为了当一个废物 你说我就会个脱口秀 我回家乡 我干啥去呢 我靠这破玩 我也不能建设家乡啊 当一个人 不需要什么 同时也不被需要 那他每天早晨起来 那看到他就不是朝阳了 我就只剩下凝望深渊了 可问题是我人在东北 我在东北凝望深渊 深渊也在凝望我 我问深渊你瞅啥 深渊说我瞅你咋的 他在干嘛 不是深渊招谁惹谁了 深渊太渊了 无处深渊 我希望我永远 大家好 我是王天国 好 谢谢大家 我上一集节目就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 完了之后我又被复活回来了 我就一下体会到了 那些复读生的痛苦 就是经历了像高考失败 这么大的挫折以后 还要咬着牙重返战场 一边努力 一边被人嘲笑 有人说你这比喻不恰当啊 是吧 哪有人能上尽天良到这个地步 去嘲笑复读生 是吧 谁能干出这事 我就干过 我上高中的时候 就跟一个复读的大哥 关系就特别的好 我就经常看他一个人 坐在篮球场旁边 眼神空洞 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我就跑去跟他聊天嘛 我说 你看啊 如果你能把这一个小时 用在学习上 你也不至于复读 他听完之后 就满脸悲愤地看着我 我还说呢 我说 你打这表情啊 你脸上的笑容呢 你的笑容去哪了 是不是被你曾经的同学 带去大学了 现在我的脸上 也很难有笑容了 我觉得这都是报应 真的都是报应 就我上次被淘汰之后 我心里压力太大了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人瞧得起我了 就被淘汰的那天晚上 我就做了个梦 就梦到我在会议室开会呢 忽然有个商务人士 穿个西装 推门进来 是吧 对着我说 你知道吗 蓝河绵羊奶心 推出了成人奶粉 说完他就淋出这一箱奶粉 就面带微笑对我说 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 喝这个能补充痒养 还不长胖 你想喝吗 我说我太想喝了 快给我 他说你想喝自己买去 你一个淘汰选手 还有脸在这儿 要奶喝 我的天哪 你复活了 人家给你复活了 你真有脸回来 你还要脸吗 我就说 对不起 那是我不对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 这样你允许我最后 再念一遍广告语好不好 他说哎呀 行难得你有这份心 来你念吧 来我给你起个头 他说好羊奶 他说可是蓝河再也不会选你了 我上次就是被痘痘 和王勉联手淘汰的 比赛之前呢 我还跑去指导痘痘 我说咱们说脱口秀的 咱们脱口秀演员 在舞台上不要有太多的表演 你呀 你就是太多的肢体动作了 哎呀一会儿演个这个 一会儿模仿个那个 谁爱看这玩意 脱口秀要有内涵 脱口秀要有内容 听懂了吗 豆豆说听懂了 然后他走上舞台 二话不说 光光一顿表演 比我多了三十多票 比完了赛之后 我还跟他说 我说你看吧 是不是只有三十个人 爱看表演 就这个孩子就真的就不听我话的这个事儿 我就特别的生气 我回家之后我就越想越生气 我就抱了个表演班啊 我也不是说 不是说我不坚持自己 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我最近就太忙了 等我忙完这一阵子 我再去这个学吉他啊 我就想嘛 肯定是我平时没有努力钻研脱口秀 最后被豆豆和王勉轻松淘汰 这也算是天谴 对吧 对我的天谴 我想明白了之后我就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被这个雷暴惊醒 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过那么响的雷 就一个接一个的劈 就给我吓坏了 我说不是说好了天谴吗 你怎么还天天谴呢 我说这个雷是冲着我来的吗 就不努力工作 就有这么大的罪过吗 我就浑身颤抖啊 我就对着天空怒吼啊 我说唱天的 你睁开眼睛看看 就其实就是王勉工作也不努力就是 就是你想我这么胖 你说你想把我劈到 你怎么不得来个俩杀 你去劈王勉 你去劈他 你就省雷对不对 后来会想不对 你说我怎么能这么对我的朋友呢 再说这封建迷信 这也不能倡导啊 就真的如果大自然真的发生什么意外 就打雷 就打雷真的要伤害到人 也千万不要伤害到王勉好不好 千万不要劈到王勉 不要劈到王勉 但是你可以就是围着他劈 就是对 就是就围着劈 就好像咱们以前小时候 画画描边一样 就围着一圈一圈 只只别人 以后王勉 再去街上溜得的时候 背着劈特一出现 一路火光带闪电 我告诉你 周围人看龙帮的 哎你这孩子周围怎么浑身 怎么怎么跌扫雷铭 霹哩啪啦 他是不是穿毛衣了他 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害他 我真的不是害他 我就这样坏人 就无法靠近他了嘛 对不对 就围着他就一直劈着 我就看他怎么创作 拿不可及的上台唱歌 看你声大还是雷声大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不是那 我不是那意思 这一串太牛哥 真是口气啊 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想 就是跟大家 主要还是想聊聊高考的 我就想聊聊高考 因为我当年确实也没考考嘛 然后我就想 就是人就是面对挫折 就一定要保持这个平常心 就这次比赛 其实我也挺平常心的 我就想你说 我拿了两季的这个亚军了 然后这一季呢 我努力到头 我估计我还是拿一个亚军 就真的我接受这一切 就是我可以不拿冠军 就真的我接受不拿冠军 就我不拿冠军 那谁也别拿 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没有 我就是说我想说 就是我就想回想起来 就是我当时高考 不是也没考考嘛 就战胜困难的经验 到底是什么样 就我高考没考考 我经历了那么大的失败 我到底是怎么挺过去 到底怎么走出来的 后来我就想 我到现在也没走出来 我必须得 我必须得走出来 我真的我必须得走出来 就是我以前就看到 这个脱口秀演员 就在台上舞台上 就发光发热燃烧自己 我就觉得哎呀 你们拼搏吧 我拼不动 我真的拼不动 我现在觉得 我拼得动了 我真的拼得动了 我就是等下次 咱们再表演的时候 咱们就一起好好努力好不好 咱们就一起好好演 就你们在舞台上燃烧自己 我也在舞台上燃烧自己 我想跟你们就玉石俱焚 想必你们也看出来了 就是我被淘汰这件事 对我来说早就过去了 我只想说就是这个 夜惊于琴荒于戏 我的失败可以警示后来人 更要警示我自己 就是明年在我脱口比赛 我一定 为什么左载上有披风一样 大家好 我是王金国 谢谢 实际上人大 我 我今天33岁了已经 但是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到现在还是一个少年 你们先别生气 我给你解释 就是我从小是通过一些 二次元的作品来 这个认识这个世界的 这些作品里呢 人物的性格都很简单 人最多就只有一到两个面 不会再多了 比如说 比如说机器猫你们还记得吗 你看就不记得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看过的这些人 也都到了这个健忘的岁数了 没事咱们一起 一起回忆回忆啊 就是机器猫里面的那个大熊呢 他就是个好人 虽然他是个笨蛋 你看 好人笨蛋 这就两个面 机器猫 他是个好人 虽然他不是个人 但他就是个好人嘛 一个面 你看胖虎 他就是个坏人 天天欺负大熊 偶尔呢 他也善良 但是我不管 我就觉得他一定是个坏人 静香 他是个女人 他不是一般的女人 他是一个好女人 就我从小 我就我想到 我就不会想到 他有几个面 我就是想 跟他见一面 就是 就是漫画里的那些人呢 就你看一眼 你就知道 这个人是好人 还是坏人 但是现实世界 就不是这样的 你就真不是 你比如说罗老师 长得就跟胖虎似的 是吧 你就感觉他肯定特别凶 结果相处下来发现 他特别讲理 那李旦长得 就跟大熊一模一样 对吧 一看就特别没有出息 肯定天天被人笑话 结果开了一家公司 靠笑话别人为生 对不对 那漫画里面 胖虎还有个小跟班 叫小夫 那个小孩 每天就嬉皮笑脸的 就废话就贼多 你就觉得这样的人 肯定特别招人烦 结果人家大张伟 粉丝有的事 对不对 胖虎 谁这么给面 感谢 感谢你 太给面了 下有一句令 胖虎没有你鲁莽 胖虎其实还有一个妹妹 也是胖乎乎的 漫画里这种胖乎乎的女孩 都对自己特别的温柔 把自己照顾的就贼好 结果杨天真老师 把自己的胃都给切了 就是哪哪都对不上 你感觉 我漫画世界不是这样的 就在漫画里面 李淡就得天天挨揍 大张伟就得没人喜欢 杨天真的胃 就得是罗永浩切的 长大之后 我发现人不只有 一个面两个面 人有一千个面 我就很困惑 你看我刚工作的时候呢 我看大伙在一起 聚在一起骂老板 我当然也加入嘛 跟着骂 但是后来老板一出现 大家围着他就夸了起来 我就卡住了 真的就 感觉大伙就围着他 就夸的那个兴高采烈 那个欢欣雀跃那个劲儿 你感觉不是老板出现了 是中国族群出现了 就你被啥这么夸他呢 你想想 你们转变得也太快了 直接态度就 能不能不要这么顺滑呀 对不对 而且你也知道 你自己当面和背后 对老板的形容 这里面一定有假话 不可能全是真的 对不对 那要全是真的 那得是 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什么人能又畜生不如 又英明神武 又好吃懒做 又高瞻远瞩 这何止不是一个人 这都不是一个生物 你想就什么玩 能好吃懒做 又高瞻远瞩 这就怎么形成的 你把猪绑树上了 就很奇怪 然后我后来就知道了嘛 是因为生活艰难 那生活是艰难是艰难 但你 你做的有些事的时候 你最起码你应该知道 是不是 自己是被迫做的呀 你不能立志做这些事啊 就我见证有的人 二十岁不到 就捧着一本厚黑学 就开始看 那厚黑学真的 黑不黑我闹不清楚 这么老厚啊 就能硬给他看完 你是有多想学坏呀 对不对 而且看得还贼认真 每一页翻的就慢慢地翻 每一页慢慢翻 最后学会了翻脸 要比翻书快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对不对 我知道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但我就希望它是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的未来 一定会很黯淡 你看在机器猫里啊 只要出现长大后的大熊 它一定是一个 又无能又脆弱的人 因为它一直是个少年 它没有成长 但好在它善良嘛 机器猫会帮助它 可问题就在这儿 就是它有机器猫 我有啥呀 我有李淡 李淡能干啥 对不对 你遇到困难了 机器猫会跟你说 你就别害怕 你看我这儿有个兜啊 我兜里有朱蜻蜓 有空气泡 有任意门 是不是 人家说这话 多让人安心呀 一张嘴就是老机器猫了 李淡行吗 你说你去问李淡 你说你兜里有啥 李淡说 皮的白的都有 我喝这么多 这些网上干啥 对不对 李淡还说呢 说你就喝吧 你不就是意识到了 人生当中的困难吗 我不能让你没有困难 但我能让你没有意识 现实世界的这个难以接受 就在于此 就是你明知道喝绝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可终于有一些时刻 你又觉得 就不喝真的扛不过去了 最后还是喝了 对吧 男人喝了会沉默 女人喝了会流泪 机器猫喝了会短路 跟你说人都是 不得不成熟的 就你看就连机器猫的 大电影里 那些小朋友们 最后也都成熟了 胖虎开始保护同伴了 小夫开始会照顾人了 然后大熊也开始 变得勇敢了 对不对 那你们还要机器猫干啥 留给有用的人好不好 只有静香还是那么好 静香成熟之后 是一个成熟的好女人 我从小就觉得 等我长大以后 虚拟的世界里的静香 会化作一个真实的人类 在现实世界里我相遇 我一直好奇 静香会化成什么样子 我万万没想到是雪芹 来了 给你试大公主 当雪芹带着 静香的笑容向我走来 为了验证她的身份 我还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我说你好 请问你是机器猫吗 就所有的少年 都将成熟的 我知道 一直是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这是办不到的 但我就觉得 如果你把那个少年 彻底地忘了 这就叫遗憾 谢谢大家 谢谢 也非常感谢 这个沈腾老师和罗老师 这个精彩的这个开场 真欢迎斗死我了 带玩的 这才有总决赛的样子嘛 你看这观众都这么好 嘉宾 阵容强大 就是我们这集的 就是这个主题名字 起得也非常好 叫这个既是终点 也是起点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 深刻的道理朋友们 这是这个在操场上 跑圈的基本知识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 你容易跑丢 真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总跑圈 因为我从小 我就生那啥嘛 我从小就胖 我饭量又大 我那个饭量可以说 就是一人吃饱 全家挨饿 然后我这 我上大学 就实在想瘦下去 我就跑圈 一天跑十圈 年轻人 新陈代谢就非常快 我一个月瘦了三十来斤 我减完肥之后 真的整个人就 龙光焕发 就平时一看这小伙 一米八七 大高个儿 又高又帅又幽默 我就 同学看了也高兴 老师看了我也喜欢 平时脾气再横的老师 那看着我这张脸 他都横不起来 哥们当时那个长相 那就是老师的狮子 去掉上面那一横 那就一个帅 就多少人曾惦记我年轻时的容颜 那个时候看我一眼就把持不住的 不光只有黎雪芹 我就猜到我一提黎雪芹 你们就高兴 这啥整 你说 我先说说我长得帅的事 就因为我确实也没帅几天 后来很快我就胖回去了 因为我就胡吃海喝 我就觉得减肥这么容易 就以后再减呗 然后去年我就终于又想瘦下来 我就重新开始跑步 就没把我累死 我就咬着牙子也街上跑 不是跟你们处于 那真是整条街最慢的仔 就周围的人还看着说 这个仔怎么这么慢 它会不会是超仔 谁人超仔 后来我就放弃跑步了 我就心态崩了 就每当我心态崩溃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好大哥 就是老程 老程就是程鹿 我程哥 我程哥 这是我遇到过的心态最好的人 就我俩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的老程 还不是现在的老程 而是那个少年老程 老程就很少心态崩溃 工作压力再大 他都一笑一笑就能扛过去 所以我这么多年 我就一直想学他 后来我发现就是 也不能全学 你就别学到最后是吧 人格是挺完整的 家庭破碎了 这个段子我还给程鹿讲过 程鹿听完就特喜欢 跟我说 健库 你在舞台上讲这个 我就弄死你 你看就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老程变坏了 其实大家也能听出来 就是我讲程鹿的这个段落 就是为了说刚才那个谐音梗 就硬加的 就整个这个段落就格格不入 你发现没有 就放不住 我都输不住啊 可是都总决赛了 就让我玩一把嘛 对不对 就是你不理解我 爱说谐音梗 我还不理解你们爱听吵费屁呢 就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 我理解不了 我对这个时代的感觉 就跟我跑步一样 就是以前能跟得上节奏 现在不知道为啥 忽然跟不上来 我也是图跟上节奏 真的 你比如说比赛之前 我就找到雪芹 我说帖子呀 我说你看这样 商量一下的 就咱们演出每篇搞的 是不是大概就是1200字 对不对 1200字 要不总决赛下来就不写别的了 就你写500遍王建国 我写500遍李就写 大伙就好像挺爱挺的 对不对 雪芹听完就很开心的 说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人算容易算错呀 三成500是一千二吗 今天总决赛 嘉宾阵容有点过于强大了 好几个喜剧大师 就能跟他们一起出现 真的是我的荣幸 就这段话 我本来就想放在开篇就说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不能一上来就骗你们 可是那个意思 就是是真的很荣幸 因为我知道艺术搞得好 又没把自己饿死 这是非常厉害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 那搞艺术就得穷 穷才厉害 我第一次租那房子 一个月就是600块钱 下雨漏雨刮风漏风 我朋友来我家做客 待会儿他都傻了 就说你家连个空调都没有 为什么有风 我还自豪呢 我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风 这是我的两袖清风 但是我现在 我已经住不回600块钱的房子了 而且我的意图也没搞好 我这就属于跑着跑着 就忘了起点和终点 跑就只是因为不敢停 可是朋友们 就直到我现在 我还认为 就是在脱口秀这个行业 属于我的时代 还没有过去 因为首先他就没有来 就一个东西 他想过去 他至少要得先来 对不对 你看我 我连个时代都没有 当着这么多前辈老师 我还是敢这么横 他们最多就是淘汰 时代已经把我淘汰了 对不对 不差你们几个真的 就各位老师一会儿实在不行 你们就把我去掉 就是老师的实在去掉我这一横 你们就是帅 谢谢大家 大家应该做什么 对 谢谢王建国 喜欢王建国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锁票 哎呀 掌声再次给 王建国 行啊